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虽然脸上没有懂事 其实已经很不耐烦了 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很厌恶的人 这件事情 金总 对 知道 行 我这信号不好 我出去跟您说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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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 谢谢啊 这 这衣服 我 不用洗 应该的 那我怎么还给你啊 我会打给你的 真的 真的谢谢你 没关系 能够为美女雪中送汤 是我的荣幸 再见 再见 我的班呢 赶紧过来吧 江湖救急 带衣服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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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喂 喂 我是梁爽 对不起 您是 我们见过的 上次在商场 您还帮过我呢 我记起来了 梁小姐 你好吗 我挺好的 谢谢 那个 我给你打电话呢 那是那个 我想把衣服还给你 没有关系 衣服就放你那边吧 我有穿的 哦 是这样啊 那那那 那那谢谢啊 梁小姐 这点小事情是不需要放在心上的 你说呢 哦 对 这是你一辈子不能碰的东西的 你知道吗 我要摸摸 你要摸啊 你想挨训的话你就摸 真是 你为什么不做饭呢 我们有分工的 做饭的是他 那你呢 我啊 我负责吃完之后抱怨了 你 你 你 是这样的 那个 我本来想当面谢谢你的 因为你实在是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 衣服我都已经洗好了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可以亲自给你送过去 这几天工作都比较忙 而且 你看现在已经八点多了 那明天又是礼拜天 一般来说 梁小姐应该是已经有安排了吧 没有没有 我没有安排 那就明天吧 你看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都没有问题的 好 那时间就由我定 地点呢 随梁小姐你来安排 好 好 那就先这样了 拜拜 什么时候把这一切工作都抛在脑后 好好去度个假 让我 废宾 好 有 是吗 我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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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 这个是无限通的老板 萧总 你好 你好 这是我的名片 久闻梁小姐大名 冒昧地打扰你了 找我有事吗 对 萧总是有个急事 什么急事 我们公司电情大抽宾 原来有一家广告公司为我们做平面广告 但是他们做得不理想 碍于我们常年合作 我不能说什么 昨天和一萍一聊 她对你的异美之词 促使我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来见见你 那既然这样 请坐吧 好 你们这我都吃了啊 今天出门你没少吃 受什么刺激了这么吃 你 我没受刺激了 我一吃食堂的饭我就特有胃口 当年在大学的时候 我一顿能吃十几个馒头 我觉得特别的好 那你那个时候多少钱饭钱 你猜 五百 我们家亲戚啊知道我考上大学 给我凑了五千块钱 我交了学位以后呢 身上也就剩两千 两千块钱 够你几个月的饭钱 还有什么生活用品什么的 你 我厉害吧 我告诉你 就这两千块钱 我当时还大胆地买了一台二手笔记本电脑 花了一千块的 就你那台进水的电脑 成本才一千块 你还跟欧乐乐要一万二 你真黑呀你 这一万二是你说的呀 怎么没你那么黑呀 那你 那个时候不会天天干啃馒头吧 还好了 食堂老王知道我们家条件 然后每次给我带点咸菜 一直到我挣到第一笔钱 小总 不知道您对您的广告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就是听一评介绍你 我就觉得你准行 那这样 您把资料给我看看 回头我让广告设计人员 跟您沟通一下 出一个让您满意的方案 您看信我 行 谢谢 我看中午吃饭的时间也快到了 要不你我跟萧总一起吃饭 我就不去了 我都订盒饭了 下次 没关系 下次见面我请你 我就知道 一评介绍的人不会有错 你放心吧 我会尽力的 能不能放下手里你的工作 看看你的楼下 再不接收 你再走 找我看不清 我看你ock it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来 配上这个 咖啡 太幸福了吧 你知道吗 我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 就希望有这样的一刻 可是一忙起来 就很难实现了 好烫啊 慢点 没人给你抢 帮我拿一下啊 谢谢 这个蛋糕呢是低脂低糖的 不要任何顾虑 安心吃吧 谢谢 好吃 我的吃药很难看吗 不是 看你满足的样子 很享受 嗯 喂 喂 是我 我知道 那个 晚上我们要为萧总的案子加班 辛苦了 不辛苦 那要不要我去关心你一下 到我办公室吗 这样 还是算了吧 有好多人 不太方便 哦 这样啊 我知道了 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哦 谢谢 我会的 喂 喂 你还在吗 呃 你说 要不等我们见面再说好不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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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嘘 哎 终于快做完了 还以为要熬通香呢 那怎么行啊 我不准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先暂停一下 吃个宵夜吧 小庄小孩 吃宵夜了 哦 哎 走 哇 这么多啊 鸡翅 还有自饼粥 蒸饺 小笼包 哎呀 您真是太客气了 我们以前给客户赶工 没一个给买过宵夜的 您真是太客气了 谢谢谢谢 不好意思让你破费了 不过 不过我还真有点儿饿了 要是真的饿了 就趁着吃吧 哦 这还是难想的小龙方呢 你在哪儿买的啊 呃 我刚好有一个上海过来的朋友 所以就请他们顺便带了一点 哎呀 这什么待遇啊 太奢侈了 对啊 太麻烦人间了 我看你们也没有机会出去吃 就带一点过来吧 快吃吧 你不会是专门让司机去上海带回来的吧 那我们这些小员工 岂不是粘光了 别乱说快吃 好了不吃了 走啊 我还没吃完呢 我们工作去了 这么严肃 走啊 那 快走 那我也突然饱了 快走 你也吃啊 没关系我不饿 这个紫米粥很好 养胃的 哎呀你别看着我 你多少吃点吧 好我也吃一点 你这么有心 肯定 有很多女孩子追吧 没有啊 不过 倒是谈过不少恋爱 那你怎么还会去婚介所啊 还没有碰到一个 可以结婚的 是你自己不想结吧 怎么可能啊 我爸妈常见都在公外 妹妹也是 我呢 一个人在国内 也不是很稳定 生意也是这两年才好一点 才有时间安排自己 可是我这个年纪 有点高不成低不就 怎么说呢 我今年都三十六岁了 难得怕什么呀 可以找八零后 不行 九零后也可以找啊 我不喜欢太小的 没法沟通 我想先好好谈恋爱 然后再结婚 他怎么和我想的一样 你这样的也很多 就是没碰到吧 会碰到的 这种事啊 要靠缘分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吗 你还要 你还要做多久啊 快了 再有半个小时最多了 好 那快吃吧 做完呢 我送你回去 反正我也没事 如果客户都像你这样 我们就置身天堂了 好啊 司机呢 呃 司机今天开长途 有点累了 所以我先让他回去了 外面冷 先上车 好 好 很累吗 你先睡一会儿吧 到了我再叫你 好 你放心睡吧 到了我会叫你的 好 我逃避 我相信 我逃避 我相信 不便是你 守候背影 惭愧我曾 差点放晴 不愧是你 谢谢 谢谢 让我爱上你 生命再多委屈 你不离不弃 谢谢 让我牵着你 手心 太美丽的手心 小心 今日依不离 避 стр которых 你不离不弃 按照你避つ竟 你永远步OOM 休息一聲約題 走下去 來 真沒想到當初我喜歡的女朋友 竟然是個工作狂 是你讓我這麼辛苦的 這件事情還真是我不對 我當初也沒有想到 這份工作有這麼辛苦 早知道我就不讓你接老蕭這個案子 你說是吧 說實話呀 每次我忙得焦頭爛額的時候 就想把所有的工作都扔掉 好好放鬆一下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對 想去哪兒就去哪兒 如果我是你 我就想暫時拋開工作 拋開一切 要是能有一個驚喜 那就更好了 是不是 可惜呀 你不是我 所以呀 我還得繼續幹活 你 我還沒能完呢 你帶我來這兒幹嗎 好嗎 小邦 好快 好嗎 好快 好嗎 好快 不是有一個石頭 我最 Bitte 我不是有一個石頭 我不是有 одного石頭 我不是有什麼石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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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对了 今天我没有穿帮吧 没有 其实我发现 你这个人挺会来事的 送你四个字 吃奶杀手 合适吧 那我送你五个字 别泄沫杀驴 那可不是我的风格 回头 你准备一下 去我那儿上班吧 底线两千 玩家提成 这 要不 三千 不 不是钱的问题 是别真像你说的那样 弄假成真了吧 对你来说 应该是歪打正着吧 那行 那我先回去了啊 先走了 别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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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点水吧 看来你妈给你调了个金龟絮啊 续不续的 不是她老人家说了算 但问题是我妈还真喜欢她 很正常啊 老实巴交的男孩老人家都喜欢 正好 好什么呀 不喜欢当然不行 太喜欢也是麻烦 那以后怎么办呀 将错就错 你跟她谈恋爱呗 你也老太不小了 谁说的 本小姐尚未成年 不像某些人做梦 都想结婚 那是你没有感受到恋爱的快乐 有人了 幸福降临 幸福降临 是谁啊 是谁啊 李好 你别挡我胃口行不行 你别挡我胃口行不行 快点坦白 不会是跑到交友会所 毛遂自荐的那个傅依萍吧 为什么不会啊 我的天啊 我以为你掏枪不入呢 没想到就她 她用的是唐衣炮单 有这么大威力吗 我也好想好想谈恋爱啊 梁爽 你要是谈恋爱了以后 不能丢下我 别闹 这是办公室 坐好 好吧 那我就饶了你 但我可饶不了她 我得让她请我吃饭 是最贵最好的那种 我倒要看看这个人 到底有什么本事 能把你给逼出 过两天吧 她出差了 那好吧 对了 我来找你还要见正事 我妈已经决定 让吕诚 去我的店里上班了 她做什么呀 当健身教练呗 来 进来 金总 这期杂志的零售呢 卖得非常好 有几家大店问能不能补货 说明我们的读者在增加 看起来啊 新增的版面反响不错 你跟李好说一下 让她把文章再加长一点 实在不行 咱们就加大版面 还有啊 总编室那边说 最近的咨询电话剧增 都咨询什么 婚介广告方面的 其他的根本没人问 这也不是什么好消息 但是也不是什么坏消息 你跟发行商量一下 实在不行 就增加点运数 还有啊 我 我想倒秀几天 您看能不能把我手里的活 转移部分给其他人 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我就回来 不是不想让你休息 我也看到前不久 你为公司广告 加班加点的事 你看现在 我正是缺人手的时候 说心里话 我身边呢 像你这样的人手太少了 我想要决策点什么 我跟你说啊 还真离不开你呢 现在就是能者多劳呗 我要是请个婚嫁产嫁什么的 是不是也没戏啊 没问题 到时候我会考虑的 梁少了 你把这几份杂志给李好送过去 身边呢 你跟李好说一声 把稿费拿回去啊 你把稿费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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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你 金总让我给你的 这么多 我还想去 买一些回来送人呢 现在不用了 谢谢啊 就这么些啊 太便宜了吧 你要怎么宰啊 李大夫 李大夫 你让我找得好辛苦啊 你好 王女士 李大夫 这里不是医院 我也不是大夫 先到那边去 你看 整个环境 跟医院 是不是很不同啊 对吧 嗯 那以后 你可以叫我小李 或者是治疗师 我是你的朋友 你觉得呢 真好 真好啊 好 请坐 你 他也是你的病人 他 他是我的朋友 哦 和我一样 都是你的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 再见啦 朋友 再见啦 朋友 我们可以开始了吧 吃饿了 吃饿了 那你应该接啊 不接 估计啊 他是自己没伴儿 所以给我打电话了 要是他有事呢 没事 有事他会再打的 再说了 我好不容易把你判回来 我现在 就想跟你在一起 你有没有想我 当然 我睁开眼的每一分钟 都在想你 你呢 我也是 杨爽 你知道吗 在认识你之前 我失去过 本该可以得到的感情 是因为 我不会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 这一次 我一定不让自己再错过一次 等到失去之后 才后悔不及 你接吧 也许他真的有事 喂 金总 不可能 不可能吧 好好好 我马上回来 怎么了 对不起啊 我不能陪你吃饭了 公司有急事 让我回去 好 你别着急 我送你回去 不知道怎么搞的 好自卫食品公司被告了 许总来找乐意 说是因为我们给他做的广告 是剽写美美乳液的创意 现在美美乳液要索赔 你别着急 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不知道啊 这个项目一直是赵妮负责 不知道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麻烦 你刚才说的是哪两家公司 来找我们做广告的是 圣果葡萄酒业 对 要求索赔的是美美乳液 圣果葡萄酒业的老总是徐光天 美美乳液是艾大成的公司 没错 你都认识吗 徐光天我们认识好几年了 我跟他说是没问题 可是艾大成我得托人找找看 没事 你别着急 这个官司牵扯到第三方 你先回公司看看 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 给我打电话 好 走 老徐 广告的事我听梁爽说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有误会 到不了打官司的地步 我知道 不就是有点雷同吗 现在是艾大成 他的律师不依不饶的 我也没办法 徐总 其实很多平面广告 都是很接近的 从严格意义上讲 我们并不是抄袭 我觉得 这里面除了广告的问题 是不是里面 还有别的什么事情 他们一直是我们的原料供应商 一个很简单的供求关系 能有什么过节 我真是想不通 平时都是井水不犯河水 对了一平 你可真行啊 居然把艾大成给找来了 我和先锋网络的CEO 谢峰是大学同学 艾大成呢 是他的高尔夫球友 艾大成老是拉着他去打球 好事啊 有这层关系的话 那好谈多了 应该差不多了 谢峰去机长接他们了 应该快到了 请进 请进 一平 来来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 美美乳业的艾总 艾总你好 这是我大学同学 傅一平 这是艾总妹妹 艾小芳小姐 艾小姐 你好 不好意思啊 飞机晚点了 千万不要这么说 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们 赶紧坐吧 来来 好 来来 请 各位请慢用 副总你可真厉害啊 知道我哥跟谢峰是球友 就找后门来谈侵权的事情 艾总这么忙 如果我不找找关系的话 怎么能见到面呢 您太客气了 我可听说您是华尔街回来的金融博士 以后我们公司还有好多事 让您顾问呢 您太客气了 来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呢 是圣果葡萄酒业的徐光天 徐总 幸会 幸会 徐总你好 那这位呢是乐意时尚的艺术总监 梁爽小姐 你好 梁小姐幸会啊真漂亮 我还要跟各位正式介绍一下 梁爽小姐呢是我的女朋友 今天这顿饭呢我来请客 不不不 哪儿呢你请啊该我来 徐总 你还没有听我把号说完 我今天请客的原因呢是 第一 我第一次把我的女朋友 正式介绍给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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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69 你怎么了 心情不佳呀 还好啦 你呀 流露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你的一身哀说明了你心里有疙瘩 我可不是你的病人啊 别拿你那套往我身上套 你能躲得过我的职业嗅觉吗 你没认识欧乐乐之前 你是没有一声叹息的 去你的心里学 我睡觉去 你不听我一句劝 你今晚就会失眠 我失眠了 我会去敲你的门 能能能能能 我祝你晚安 我今晚要睡个好觉 你千万别打扰我 我 艾小姐 这次胜过葡萄酒业 跟美美乳液广告雷同的事情 我觉得是有些误会了 你有和我们公司一样的模特 除了广告语和logo之外 基本上百分之三十都是一样的 还有什么误会呢 我带了几本国内的杂志你看一下 这里面除了模特跟logo不一样 内容跟你们广告有百分之三十相似的 至少有七八家 而且有的是在你们之前做的 可是模特长得一样的 应该是没有吧 这个模特都是自由职业者 而且都是由经纪公司代理的 当然如果这个模特 是贵公司专属的形象代言人 又在合同里说明了 不可以揭拍其他同类型的广告 那么你们可以把模特 还有经纪公司按法律程序处理 我们公司呢 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失察的责任 但是在法律上我们是没有责任的 杨小姐 你这样说就有点问题了 用什么模特他们之前代言过什么 你作为艺术总监不会一无所知吧 我们是平面媒体 选模特的时候是根据广告的内容来确定的 这些不知名的模特往往呢 都在很多家接拍通告 所以他们的资料不可能马上更新 我们失察在业内也是在所难免的 那就是说我无力取闹呢 请话 你看你看 我们看两位美女过招都看糊涂了 艾小姐 你先冷静一下 梁小姐的意思是说 如果很多事情要是上纲上线的话 会很复杂 这件事情其实可以完全简单地处理 那你说怎么处理 你看这样好不好 圣果葡萄酒业的模特呢 我们可以请别人来做 菲永游乐意识上来负责 另外再送你们一大篇专栏文章 再帮你们眉眉乳液介绍一下 这个产品对女性多么有益 你说好不好 副总 这点小事 你看是不是 这绝对不是小事 既然是乐意有失察在先 而且夜内有很多事情 都是很灰色的 我看这件事情 如果让两位美女吵一个晚上 我看也很难说清楚谁对谁聪明 干脆就这么做皆大欢喜 艾小姐 你觉得呢 副总你这样说 我都不好意思说不满意了 哥 你说怎么办 是个好主意啊 徐总 其实你跟我好多地方都相同 咱们都是从扛大包过来的人 可以说是夜内白手起家的强者 当然了 首先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哪里哪里 您过奖了 徐总 你难道没听出 艾总的闲外之音吗 你们两位都是夜界强人 如果强强联手 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副总不愧为静荣博士啊 如果两家联手的话 那不就一家人了 那还打什么官司呢 我只能说 艾小姐真的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 冰雪聪明 那也要有像副总这样敏捷的思维 才能化干戈为玉博 徐总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 有人要收购你的圣果葡萄酒业吗 是真的吗 是啊 那今天艾总在这儿 你还需要跟别的人谈吗 既然这样的话 条件不都摆在桌面上了吗 好啊 既然这样 咱们就来个强强联手怎么样 下周就签合同 怎么样 对了 副总 谢总 你们俩不加一块 我当然求是不得了 那太好了 这样不是艾总等于白白送我们钱花吗 你这样的人值得啊 那我们还等什么呢 拿起杯子 来来来来 合同一块干杯 来 拿杯子 来 来 合作愉快 艾总 谢谢 您慢再见 存上我的电话 明天电话联络 艾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明天再说吧 这几个人真能喝 我是不行 你可真厉害 我们做顾问的就是靠这个活 你是我见过最出色的男人 你是我见过最傻的艺术总监 是啊 艾小方 本来是说我们的事 扰来扰去 说你们的事去了 这个世界不是你这样的小糊涂能弄明白的 连个人之间呢 都是在整合和并购中赚取高额利润 不知道如此谁少 那个艾小方很聪明吧 他跟你 很聊得来啊 说得是啊 他没有在外面白闯一圈 也算是 有点经历 见过点世面 嘘 走吧 说得到 好 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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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金总 美美乳液广告清全的事情解决了 怎么回事 说详细点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就是找了一个熟人 把两个老板拉在一块儿 吃了个饭 就这么一谈 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哪 就这么简单 解决了 他们不会是看上 我们的美女总监了吧 才不是呢 就算看上 也不是看上我 艾大成 把她从美国刚回来的妹妹 一起带去了 人家比我养起多了 其实啊 他们不再扯皮的原因 是发现两家公司 有互相利用的价值 牛肝 是发现两家公司 是发现两家公司 有互相利用的价值 是发现两家公司 刚才不是很困长的价值 又是发现两家公司 但我们是看下一个大小的价值 是发现板 但是这是发现的价值 这个凉法 你好 艾小姐 我的客人到了吗 到了 在里边等您呢 请跟我来 是是 艾小姐请 副总你好 艾小姐你好 艾小姐今天穿的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 女人如果不够美丽的话 这世界上恐怕就只留下遗憾了 的确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淑女都像艾小姐这样 那这个世界就没有遗憾了 您请 谢谢 副总你做的是融资 是啊 大概给哪些行业做定期投资呢 不看行业 只看回报率 我可有一个项目 我想找你合作 不知道副总你有没有兴趣呢 什么项目 这些天呢 我在外面工作真的好累啊 副总你一讲起工作来 我又觉得累了 真的环境不错吧 当然 我觉得应该是通城数一数二的高级会所吧 我今天约副总来呢 就是想让你和我好好地享受一下 那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好好地放松一下 不谈公事 我哥真的没有夸错你 副总 好体贴人呢 谢谢 跟我来 我们去哪儿 这个艾小芳到底在想什么 不管怎么说 他有可能是我今后的生意伙伴 副一萍 我先给他一个财色兼得的机会 看他如何反应 一萍 我可以叫你一萍吗 没问题 艾小姐 艾小姐 叫我小芳会很困难吗 不好吧 为什么 这样叫 会不会增加别人的误会啊 你叫我艾小姐 我还怕别人以为你是我跟班呢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小芳 这也差不多 一萍 我哥很欣赏你啊 是吗 嗯 不过我回来之后呢 我就不想再在我哥公司里做事了 为什么 我想凭我自己的实力 不想永远生活在我哥眼皮底下 我认为凭艾小 小芳你的实力 不管到哪里 都会是出类拔萃的 那我去你公司吧 我公司 嗯 会不会太委屈你了 看你 一点都不好爽 我要是一个男人的话呢 我就先满足美女的愿望 然后再说其他的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是自愧不如啊 那我们合作吧 先说说项目 你不是说过来日方长吗 等一下呢 我们先去泳池 比试一下我们的勇气 你说怎么样 嗯 那我先去一趟洗手间 哦 不要让我等太久啊 好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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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事找我 我先走了 改天再见 哥 这几天你跟许总说一下 我们把合同签了吧 整得夜长梦多的 嗯 嗯 嗯 我知道 一遍那里 我去找她 好的 你们把这几件事情处理好 然后再去张罗 李好开业的事 知道吗 嗯 没问题 我一会儿订过花篮 用不着 给她订一束花就行了 哼 其实也不用 李好跟我说了 只要大家去热闹一下 增加一点人气就行 嗯 你们先出去忙吧 嗯 嗯 喂 亲爱的 想我吗 不想你 能跟你打电话吗 晚上也没有空 一起吃个饭吧 我带你去一个 好吃的地方 不要啊 还有五个小时呢 那就中午去吃好了 中午我已经约人了 忘记了 对不起啊 和学约的 什么人 向我坦白 我说傅太太 你不用管老公 管得那么紧吧 老公拼的可是事业 好吧 放你一马 不过晚上 要如实向我交代 遵命 好 下班之后我去接你 好 拜拜 拜拜 她在恋爱啊 嗯 你怎么知道啊 笨蛋 你没谈过恋爱啊 难道你谈过啊 热 wir 去死了 cavalят 云än 79 很糟糕了 你都不太可玩了 我普通过去又穷了 想我啊 不是 想你为我做的 让我开心的每一件事情 这是我们的幸福轨迹 一辈子都不会忘的 一平啊 过一阵 我想把我们的关系告诉我爸妈 你觉得呢 当然好了 我想我 应该会让你的爸妈觉得很骄傲吧 那你呢 你什么时候 把我介绍给你的家人啊 你放心 我爸妈都在国外 我一定会把你介绍给他们的 要不这样 我们现在就合拍一张 一会儿我发给他们 好不好 好 一 二 三 好了 那我回家了 记得晚上睡前 要给我发短信 遵命 那我走了 好 好 晚安 早点睡 拜拜 是乐乐 回头我介绍他给你认识 好 拜拜 拜拜 喂 乐乐 你别开心了 我爸爸咱们的事都告诉你妈了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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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中表示登记的开始 预示着期后的寒冷的物不渐加剧 欢迎收看金门连和点 首先看您介绍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全国水稻朱城区收费基本结束 抄期到实际生效益 基本二十亿元以赛 公家宝比达开业 开始对埃及进行访问 我妈呢 厨房呢 还没吃饭呢 乐乐都跟我说了 我妈是不是真生气了 廖爽啊 你从小到大 爸都没打过你 今天我得好好说说你 你说 这种事情 咱们拿来 小就不打算 都可以 começou 这种事情 是啊 还没想到 这种事情 不能转正一点 走 这种事情 我也不谢 我不勧 along 太早了 不是 你算了 可以 拿来 那个 这种事情 不得 你怎么这么恶劣嘛 再说了 我爱吃零食 还不都是遗传你啊 哦 这是不假 弄得那个街坊 那个小片井啊 看我拉着你又哭又闹 以为我关面是同的 梁国栋 这个好吃吧 梁国栋 梁国栋 这个好吃吧 让你谈你就这么谈哪 已经谈好了 问题解决了 这就解决了 解决了 没什么大事 那个什么 饭做好了吗 谁吃谁做的 去 我坐 我去坐 妈 我去坐 行了 我去谈了 女儿之所以这么做 也有她的苦衷啊 她有苦衷 她有苦衷 就可以欺骗父母是吧 她不是这样 梁爽 你给我出来 今天得把事情说清楚了 快快快 给你妈认个错 你为什么欺骗我们 你说你为什么欺骗我们 我们催你结婚是为你好 你倒好 这么对付我们 妈 我又不是故意要骗你的 那不是你催得太急 我实在没办法吗 没办法就可以骗人哪 你看看你把你欧妈妈给气的 整个人都病了 你是不是也想把我气个三长两短 你才满意啊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孩子又不是傻子 怎么能故意气你呢 我看她也没聪明到哪儿去 她要聪明啊 早把自己嫁出去了 你 我又不是嫁不出去 实话跟你们说吧 我现在有一个男朋友 你听听 一逼急了她就有一个男朋友 一逼急了她就有一个男朋友 谁知道你那些男朋友是真的是假的 好了好了 别着急你啊 闺女啊 那个 妈妈说怎么回事 她叫傅一萍 我之所以不告诉你们 就是想稳定点再说 好 有时间带到家里来 我们见一下 要见你见啊 我怕再受骗 早就给你张罗对象了 到现在弄得高不成低不就的 妈 就你给我张罗那对象 高的矮的 胖的 瘦的 有一个合适的吗 你们是不是嫌我在家里碍事 早点嫁出去就安生了 我是你妈妈 我能那么想吗 好了好了 怎么又吵起来了 我跟你说 你妈真为你着急 你怎么能这么跟你妈说话呢 我知道 我已经跟她说过了不用急不用急 她不相信呢 就是嘛 要相信自己的女儿嘛 你怎么两面讨好啊 你就会做好人是吧 家里要你有什么用啊 哎 要我有什么用 你说要我有什么用啊 你一天到晚报个电视看新闻看的没个够 看完国内看国际看完国际看地方 连娱乐新闻你都不放过 那不是了解时事吗 你国家领导人哪 我 你家里的事都管不了 你还看时事 你了解时事有什么用啊你 你说你坐在这客厅里连动都不动 你不要疼谁腰疼啊 我招惹你了 怎么又冲我来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 孩子的事自己处理自己处理 你就是不停 啊 结果现在这样 这些都是你逼出来的 我跟你说吧 你呀 自作自受 我 我自作自受 你说这家里 哪一件事不是我在操心 不是我在忙啊 你 你说女儿不理解我 你还这么说我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 你们这爷儿俩是和气火了气 我是不是 你明白什么呀 你有完没完哪 我明白什么我用不着你知道 真是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我走 妈 你干吗去啊 我就有时间 好了好了好了 妈 你别生气了啊 行了 走了更好 走走走走 我现在就走 别闹了你们 妈 妈 爸 你劝劝妈 每次我都劝她 这次我还真不惯她了 让她走 走了我更安静 让过度 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妈 不过 爱过不过 爸 你看你 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搞成这样 我爸现在去客厅睡了 你呢就先哄哄你妈 等她消了气了 我陪你当着她的面解释一下 希望明天能好 好 知道了 你先睡觉吧 如果睡不着再打给我 我快到家了 亲爱的 晚安 晚安 喂 一定要现在吗 好 我现在过去 爸 你真睡客厅啊 没事没事 你快睡吧 我呀 不爱跟她一半见识 要不我睡客厅 你去我房间 别别别别 你呀好好休息吧 明天还上班呢 我没事 快去快去 你行吗 我没事没事 快去吧快去 快休息吧 明天还上班呢 快去 你真行啊 行 战场黄陵 跟一张合队 亲朝人 尝尝 小心 还不行 来 进来啊 要关门吗 好啊 哈 既然是 要关门吗 但是 不得来 我还不会 走开 很心 我感觉 就像自己的 爸 还没睡呢 不快 我也睡不着 我是想陪你待会儿 干嘛躲我 我为什么要躲你啊 你避开我了 是证明你心里有鬼 小姐 你不要误会 我只是觉得 我们这样见面 不是非常合适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况且 你找我来 不会就是为了喝酒吧 我欣赏你这种直接的风格 我刚刚给你看的这份呢 就是美美乳液 下一季度的投资计划 我想跟你合作 这么好的投资计划找我合作 不是摆明给我钱赚吗 不晓得艾小姐的条件是 为什么会选择我 我喜欢你啊 给自己喜欢的人创造机会 也需要条件吗 艾小姐说笑话吧 我何德何能 竟然能得到艾小姐的垂青 说老实话 我对这个项目的确是非常感兴趣 这样好了 等到正式合作之后 我一定会把艾小姐应得的那份 亲自交到你的手里 好 就这么说定了 谢谢 我开车 不喝酒 要是没有别的事情 我就先走了 等到合约 准备好的时候 我再打电话给你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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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电话怎么关机了 我刚刚手机放到车上了 现在很晚了 你还不睡觉 小心明天变成大熊猫了 我不是担心你吗 你要是再不回电话 我就出去找你了 好 我错了 我保证以后手机绝对不会离身 你爸妈的事呢 我明天想办法 早点睡吧 我爸妈的事呢 还是等我妈平静下来再说吧 那我睡了 好 晚安 你先睡 明天我给你电话 晚安 好 来 艾总这么有诚意 就别客气了 有钱大家赚吗 当然还要感谢艾小姐 从中斡旋 不客气 要不是一平 给我做的评估报告啊 我还不知道 可以这么出售股权呢 你能降价 我就唱阿弥陀佛了 这还得感谢 你妹妹计划的好 傅一平呢 规划的好 开玩笑 我这大学同学可是从华尔街出来的 你出售价格低了 长期利润多了 何乐而不为呢 就是啊 谁跟钱过不去呢 说得太对了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 再见啊 好 再见 慢走 这几天我让律师把合同给做了 过两天拿给你们看 对不起 我还有点事情 好 小房 再见 我也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再见 好好好 那我们一会儿见 哥 谢谢你啊 妹妹 你客气什么呀 对了 你真喜欢她 行啊 醒完就行 谁叫你说我妹妹呢 成全你吧 还是哥你最疼我 不过呢 我还得 谢谢啊 你这样好了 各位优优独播剧场上 也是 病人 我怎么在海边 还能找回呢 听响 第二个人 有点事 你 有点事 都不改 stayed 啊 我 那一天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不也就那天刚认识的吗 你好 都吃上了 我还想带点好吃的给你拿 这好像是我们公司的盒饭吧 你认识啊 是这样的啊 刚刚那个韩乐说你减肥不吃饭 就给我了 我来介绍一下 傅怡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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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怡平我跟你说啊 你可得好好谢谢她 如果不是她那天在商场里把我的裙子刮破了 可能我们两个还真不认识呢 男朋友 真的啊 不是冒牌的 什么时候我成没人了我都不知道 你得请我吃饭 那是肯定的 哪天你和凉双有空 我请你们吃饭 好啊 我不知道你没吃饭 你看这 没事 你们慢慢聊慢慢聊 我在外面吃就好了 你在这吃吧 我去给你倒杯水 先坐 你 坐 坐坐坐 你是坐 你是坐 我是心理医生 你呢 我是金融理财 很般配啊 亦是总监 金融理财 我们老板来了 金总 坐 你好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杂志社的老板金总 这位是新来的社长助理艾小芳 你好 你好 心理咨询师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 大家都知道 你们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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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总啊 副总呢 可是我的老朋友了 上次呢 也是因为他个人魅力 打动了我哥 所以我们才不打算起诉你们 不 我们杂志社 太谢谢你了 没想到 这世界真小 转来转去 我们都转到一起了 哎 哎 小副啊 听梁爽说 你是我们乐意杂志社的未来女婿 对吧 哈哈哈哈 金总 你也太夸张了吧 嗯 我只是说 她是我男朋友 啊 谢谢金总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呢 好好当一个乐意的女婿 哎呀太好了 梁爽 可是我们乐意杂志社的老姑娘了 你呀 给我们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 我呀 得好好感谢你 那你干脆 送股份算了 哎 哎 真的是我老婆啊 好有经济头脑 二总 那我先走了 明天我还得出差呢 哦 我也要走 明天还有一大队事要处理呢 怎么小方 我带你走 哥 你先回去吧 我跟副总还有一些事要说呢 不要说了 我也要走了 我也走 我也走 有关合同的细节要跟你说 哎 我们还有一瓶酒 没喝完呢 那这样吧 我之后送艾小姐回去 你们先走吧 小方 我就把你交给一瓶了啊 嗯 走吧 老线 再见啊 艾总 慢走 拜拜 咱们走了 来 我们干吧 干嘛干杯啊 随意就随意嘛 那你随意 我干 你终豪杰啊艾小姐 艾小姐 我又忘了 小方 合同 合同里面还有一份暗股 你知道吗 不就是百分之十的股份吗 百分之十你就满足了 我的资金有限 我有百分之二十 可以给你百分之五 为什么 是这样 只要你答应 跟美美签约做金融顾问 我就把百分之五给你 加起来就百分之十五了 这不就是等于每年百分之十分红之外 还白给我三十多万 不是白给的 是有条件的 接受吗 不就是做顾问吗 有钱干嘛不赚 这可不是华尔街的风格 我就欣赏你这样直爽 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走吧 太好吃了 看来 心情终于舒畅了 饥饿和贫穷一样令人沮丧 你什么时候贫穷过 我现在倒是觉得饥饿和等待 一样令人沮丧 怎么了 还杳无音信哪 你说那个傅一平 你不会是花花公子吧 那倒不至于 我就是觉得奇怪 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接我电话 不会出事了吧 交通事故 乌鸦嘴 看来 你们现在已经很腻了呀 正在蜜月期呢 慢点 慢点 小姐我来帮你 小姐我来帮你 您慢点 谢谢啊 没事 小心啊 您慢点 来 这边这边 好 小心啊 慢点 来 这里 来 来 来 谢谢小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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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那么随便的样子 让我很不舒服 行了 梁爽 走吧 别想那个傅仪萍了 我现在也正烦着呢 你说那个吕成 我好心待他吧 他非但不领情 还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 我凭什么要受这个气啊 是啊 你说我们俩交的什么朋友 干脆学理好搬出来算了 不行 为什么 那傅仪萍一接你电话 你到时候就变了 回过头来把我一个人扔家 你们出去开心去了 我才不相信你呢 我有那么重色轻友吗 你就是这样 走吧 走吧 服务员 买单 哦 走 去坐会儿 你说 傅怡平觉得爱小芳不错 她是从商人角度说的 我看哪 无商不奸哪 小心她们勾得成奸啊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 我相信怡平 她说她不喜欢爱小芳那一类型的 这话你也信哪 你相信旅程吗 你还别说 那个人就这点我还从来没怀疑过 要不你就向她表白 不是吧 她可拒我余千里之外 你到底喜不喜欢她呀 我也不知道 行了 别说那么多了 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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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